最近小编的朋友圈,再次被王静泽的表情包刷爆,之前一则真香的动图,活跃在各大半块,现在为王静泽角度的表情包再次火了起来,变形迹,算是彻彻底底的把王静泽带火了。 然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笑起来非常甜美的农村姑娘,她就是梁小勇,她的那期节目播出于2014年,当时她给我的印象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董事大山女孩,因为家里穷,仅仅十几岁的小姑娘兼负起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,而最令小编难忘的还是她那甜美的笑容,那是小编见过的最干净的笑容,这种笑容能够温暖到你心结。 因此梁小勇被人亲切地称为神仙妹妹在那期的变形记里,梁小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明知自己的家庭非常困难,但是她却从未因此而放弃生活,她对于生活的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态度,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。 而四年后的今天,梁小勇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,溃去了稚嫩的脸庞,梁小勇的变化还是挺大的。 如今梁小勇的皮肤相比起之前,那黑不晕秋的皮肤倒是白了不少,渐渐长大的她也开始住一起着装,塔湾上和一般的城市姑娘也没什么区别了。 据了解,梁小勇自从参加完变形记后,生活环境改变了不少,目前正在上寄宿学校,而如今她也开通了微博,时不时地会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自拍,现在这个白白净净的样子也是非常的好看,一点也不愧于当年那个神仙妹妹的称号,出片源于网络,如有亲权请联系作者删除。